在抓資料之前 你要先知道你要抓什麼 那抓什麼的話 第一個 也許你們先Google一下 ETtoday 其實網址很好記 Triple代理 ettoday.net 目前好像網路觀看次數好像是最高的 如果說我今天要抓的是什麼 抓的是焦點新聞 這邊 但是他還有什麼 除了焦點新聞之外 他好像還有什麼 極其人氣 還有什麼槍決 他有很多區塊 可是如果說我們用剛剛的方法 可能會抓到別的區塊 別的block 有沒有 他一個block一個block 那所以呢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可能要觀察F12 這個時候他好像本來放下面 我好像不好觀察 因為好像這邊程式沒那麼長 所以我又把它放到他的右邊 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觀察 觀察哪些 其實你會發現他的特性一定是H3 裡面有個A 那外面的一定又包一個什麼 大的一個DIV 所以呢基本上 他是三個 三層 裡面是一個A 裡面是A 它A外面呢是H3 最外面呢是一個DIV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抓對的DIV 特別說DIV指的是他的板塊 那個板塊哦 OK 那你會發現哦 每一個DIV的名稱都不一樣哦 這個板塊 他一定是叫DIV電 他後面Block 一定叫這個名稱叫什麼 叫Focus News 有沒有 後面的名稱又不一樣哦 底下的這個機器人器這個Block 這個DIV 他叫做什麼呢 叫Realtime Hut 有沒有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抓哦 你不要抓到別的區塊那個部分的話 那你就要必須什麼 第一個 先從這個網頁裡面呢 先抓DIV 所以哦 只抓一次 所以fine哦 所以有點像 像剝洋蔥吧 先做 先剝最外層的 先剝到哪一個呢 你就是要剝 第一個哦 就是要先抓到這個DIV DIV 然後呢 再抓這個DIV裡面的什麼 其實H3吧 或者是他的A 其實都可以 因為他一層一層的去剝他 我們 其實應該是DIV 名稱給他 然後再抓這個裡面的A 應該就可以抓到 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只要什麼 只要交點新聞哦 你不要全部給我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也許可以試試看哦 畫面先還給各位哦 可能要慢慢習慣哦 從那個 瀏覽器裡面的工具哦 找到他的特徵 你再去抓他的資料 就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試一下哦 看一下 如果說要抓那個 ETtoday裡面的那個 膠點新聞 特別是只有膠點新聞 所以重整一下 目前今天 膠點新聞 哦 是 哇 都是什麼這些 有的沒的 哦 OK 那 假如說 不要裝到底下哦 那 特別注意哦 我們就變成說 我今天的抓法一定是 先抓最大的 用request先抓到HTML 那HTML裡面呢 再去抓到膠點新聞這一塊 那膠點新聞裡面哦 還會好像 我記得它裡面還有一層 DIV 所以你要抓到DIV裡面的DIV 然後抓到它的H3 那H3裡面有很多的超連結 你用一層一層去抓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F12 記得哦 分析的方式哦 這邊點一下 找到它這一層 這個叫什麼呢 叫做 Block 什麼 這一個叫Focus News 這一個吧 我先把它點兩下 所以你找到DIV裡面的後面這一個 啊 記得哦 你可以再往裡面去找哦 這個叫下一層哦 你會發現它上面 它這個DIV裡面呢 還有一個什麼呢 Title 可是這個我不要 我要找這個Block裡面哦 這個DIV裡面的 這兩個裡面的 其中這一個 所以變成你要記得哦 你要先找到 DI 第一層是 這個DIV的這個哦 OK哦 然後再往裡面找是找 因為它裡面不只一個DIV 所以在裡面再找 這是第一層 再找裡面的這個 Block Content 因為它這個上面是Title嘛 啊 我們是要在這底下這個哦 所以這有點像那個剝洋蔥啊 一層一層的 不然的話你會找到不是你要的哦 所以第一個先找外面比較大的 再找裡面 所以先找這一個 再找這一個Block Content 那這個Block Content 打開來之後 特別就是它面有個箭頭的 你可以再把它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呢 它裡面還有一層哦 所以其實它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你可能還要再學會怎麼樣 去找到你要的 你會發現哦 我們要的是 其實是 這個Block Content裡面的 再點開來 你會發現這邊有很多H3對不對 所以呢 變成你要什麼 第三層哦 是H3 所以第三層 所以 1 2 3 然後呢 在H3裡面呢 還有一層 什麼呢 就是一個A 那我的文字其實就是放在什麼 放在這個A裡面啦 所以你會發現哦 它其實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 它是很多層 所以那很多層哦怎麼辦 如果說裡面 只會有一個的 你就用Fine 如果有很多個 像H3會有很多個的話 你用Fine 哦 OK 所以哦 特別注意哦 我把最後完成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哦 我寫的方法啦 你大概看一下哦 我就把那個層次哦 用那個 1 2 3 4 5 來區分哦 哦 啊 這是我的習慣 因為反正我就是照我的邏輯 反正 一個網頁不外乎就最大 往裡面縮小 再往裡面縮小 找到你要的東西就對了哦 那所以呢 第一個我把網址貼上 爬過來的話呢 它一定是全部的網頁 就檢視原始碼 一堆東西 好 所以全部啦 一個大網頁 對不對 那我要的第二個是交點新聞那個block OK 所以交點新聞block 這個哦 OK 啊 我就把這個抓過來了 給 放在st1 好了 哦 啊 再來呢 可是這個block裡面有一個title 我不要 我只要裡面的content 有沒有 所以呢 我要去找就是block content 啊 特別注意哦 因為它只會有一個 所以我用fine 特別注意哦 啊 如果像剛剛是很多個 那就是fineall 應該可以搞得清楚吧 哦 OK 好 啊 再來的話呢 我就找到這一層了 那這一層裡面的話 有很多的那個 h3 有沒有 就標題3 很多個 啊這個裡面有a嘛 所以我就把所有很多個h3哦 所以很多個一定是fineall OK 有沒有 這個python的敘述蠻有趣的 它如果是複數的話就加s 那如果是像這個是複數用all 啊 抓一次就是用fine OK 那它有很多個嘛 那裡面很多個我把這裡面 因為它的a是放在什麼 h2裡面 所以我就直接 再把那個h2解析過來的時候 同時再去找它 因為它裡面只會有一個a啦 有沒有 它h3底下還有一層哦 就我剛剛給各位看到這個哦 就是在那個什麼呢 這個block content裡面哦 你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下面這 誒不是這一個 應該是下面 這個 這個block content裡面 反正就下一層哦 會有那個 我會有那個什麼呢 等一下應該是這個 這個是 在這裡 OK哦 或者你可以點點啦 反正應該點 啊裡面會有打開有沒有h3 它裡面又有一個a有沒有 所以其實有時候比較麻煩啦 你要成為一個優秀的爬蟲的話 網路爬蟲高手 你一定要 懂得這一些方法啦 好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真的要需要一些經驗啦 否則的話 我光看到這些都頭暈了 然後呢 你就再把裡面的a抓出來 所以我把裡面的a抓出來 放s5之後呢 那就得到我們要的東西了 所以你會發現 那這一體其實相對又比前面更複雜 為什麼 它是包一層 兩層 三層 四層 五層 哦 才找到我要的東西 所以我就把裡面的文字 跟超連結給抓出來 所以把它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哦 欸 焦點新聞的這個hibi的外申 不是好新聞 好 看一下哦 這個hibi 好 然後呢 最後一則是什麼 陌生洋男靠近問話 一來這誰 我也搞不清楚 跟我有什麼關係 然後沒什麼關係 好 不過反正就是一個新聞 然後呢 它的超連結在這裡 那如果你要完整的連結的話 一樣哦 你可以把什麼 那個et today 這個 因為它前面好像沒有那個 那個超連結 所以可以把這一串 再把它什麼 串到 這一邊前面 然後再加號 啊 其實不用這個斜線 就把它執行起來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是完整的 這個焦點新聞 OK 該沒問題啦 所以哦 你也可以變化一下 假如我不要抓這個block哦 我要抓哪個block 即時人氣好了 啊其實你只要改個地方就好了 有沒有 改哪個地方呢 其實你只要改這個上面的有沒有 這個block啊 這上面不是叫 嗯 那什麼 real heart 其實應該這個複製 其他好像都一樣 我看過那個結構 好像只要改這個地方 它本來是什麼 focus news 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那我就先抓到下面那個block 然後在裡面好像結構他們都一樣吧 所以我把它執行 我印象中 抓到的應該就會是 下面的那個即時人氣新聞 哎 有沒有看一下 怎麼還是去比 這再看一下好了 基本上 如果我這邊改了 應該可以抓到那個其他的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還是一樣 不過這個可能再找找看 就是類似的方法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變成有點像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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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抓 那就會抓到你要的東西 所以 基本上 還是要熟悉那個有沒有 瀏覽器 按F12 然後呢 去找到你要的東西 去把它的那個樹狀圖 要把它找出來 有沒有 一層一層一層的去抓 所以 這個可能還是要多多練習 除了說有Yahoo的新聞 還有 ET Today的新聞 那其他 新聞 自由時報 聯合報 中國時報 一堆報 對不對 你也可以試著去抓抓看 反正練習就是 把 所有的新聞 的頭條呢 都抓出來 那其實這個新聞頭條 當然也有人會應用它 就是把那個 新聞頭條呢 你就弄很多爬蟲嘛 把 比如說台灣所有的那個 新聞網 全部都把它抓過來 然後集結在一個table裡面 再去做後續的大數據分析 你就比較一下不同的那個 比如說新聞 他們的 對於一件事情的看 就是他們對於那個新聞的 重要新聞 他們怎麼去排列 或者是怎麼去 也許可以做很多後續的分析 那 這部分的話想各位試一下 反正很多地方 可以做 類似的練習 那以這一題來看 就是 爬 再往裡面爬 再往裡面爬 因為如果你不這樣爬的話 你會爬到 不是你要爬的東西 OK 因為他如果說你直接去爬他的H3好了 那H3這麼多 可能會爬到底下 也叫H3的標題 全部都幫你爬過來了 如果用這個方法的話 就是說 我先 框一個區塊 再框一個區塊 再往裡面框 這樣的話呢 就會 是抓到你要的東西了 可以試一下